202 財經書欠題材反映金融市場困局 2015年7月20日Money Monday P16 清出於藍湖孟青書展已成為出版商、寫作人 後喜之秀每年一度的大商機 寫一本可讀升高的好書,大修旺長,隨時落樣只貴 但環顧現今香港書壇,有幾多本事好書 與其說書展是文化街城市,倒不如說是一個市場營銷的event 文化人作家一貫上架之外,補習寫一堆又一堆戒徵書 C無幾七驗照,又可以成為書展主打 出書就像一燈籠門,升價十倍,既顯示個人之名道 又證明了自己有市場,殊不知,出書的門檻已不斷下移 尤其是有書展書相對新書有需求,部分是拉雜成軍 以求實出血路,有一點撥光率 但當中帶出的問題是,好書缺乏的成因 到底是寫的好書的人太少,或題材有限 又或者香港人對財經、股票以外的書籍興趣太少 間接局限有能力的寫作人生存 老實說,炮格仔的生活樹不輕鬆,尤其財經專欄在題材局限下 不是CG,就是中國經濟、歐美政策 偶有大新聞作為題材,做謝簡平以月獲自寶 對於能夠每日有欄目每日寫一股的朋友,是佩服得狠 炮格仔最大難處是阻老入,又腦出,少有些想法 打開電腦寫下來,不消三數分鐘,就忘了 如果有一套軟件,可以將腦袋鎖上 即時紀錄行文,絕對會投資 一如過往,書展尼不開財經書籍做主打之一 但今年肯定頗巧功夫了,年頭盤算 以為成國家政策好風光的投資大環境 炒股致富、投資秘笈等書籍必定熱賣之際 未知者幾乎已等同於牛市醞釀 紅市完成的習作任務 人物故事最可讀無論在投資、政治領域 人的故事是最有可讀的 這事件基於人本身的閱歷、成功及遇到困難的經驗 當然如果可以說一些鮮為人之的故事 還可以滿足各個讀者人之常性的八卦心態 李嘉誠寫書未必好看 事關他可以說的故事已公開說了很多 除非是涉及他的商業秘密,或提及好說並扣底雲 相反,李葉廣如果寫書一定好看,商界故事之外 單時寫八十年代起的香港證券市場 由當商聯交所主席,到引入國企,到協助政府 穿針引線兩所合併 書中一一紀錄這段香港金融市場發展 涉及的故事必定精彩以上 說實在,近幾年以前有再買財經書了 對中,外財經金融書已興趣少之又少 始終,網上每日能閱讀的實在太多 有正路文章,有篇峰分析 而跟香港一樣,外國的金融書籍題材也開始乾堂起來 尤其是在幾年前,後金融海嘯後的聯儲局 高盛熱潮之後,又或調轉再問,金融書本 由不分題材,到題材雜誌A 是否由反映市場順遂表現風光,實質一潭死水,欠缺新鮮 或反映市場緊表現風光今年,已經是討論 美國何時加息的大概第六個年頭 今年亦是關注希臘問題的第三年 但願不久將來,市場有批新話題湧現 讓財經書有更新鮮的題材吧 говорит ご眼神用自あふ natomiast 胡亨稱著名極立古評人 胡亨稱著名的獨立古評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